哈喽,今天是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陈薇。 今天我们就不分析具体的个股了,因为最近美联储的加息前景再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除了人们普遍担心的,美联储宣布缩减购债计划后存在提前加息的空间, 另一方面,缩减购债到加息之间,其实美联储政策前景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需要密切关注的, 那就是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也可能会出现变化。 因为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明年2月份结束, 这就令人们担心,如果换人来执掌美联储的话, 是否还会像鲍威尔这样每次行动前都给予市场充分的时间去消化影响? 不然的话,一旦换人,行动风格如果出现较大变化, 那可能会给美联储的加息前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而直接就会打压到市场的投资情绪。 那我们今天就专门来聊一聊鲍威尔是否能连任的问题, 以及相关可能给股市带来的影响又有什么? 那根据美国法律,美联储主席的任命包括连任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总统提名, 那过去几次的提名时间大部分是在10到11月份, 第二步就是国会批准, 总统提名之后将由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对提名人进行审查, 然后在于11月底举行听证会, 那之后在12月份将会对提名人进行投票, 如果不能得到通过,提名将会退还给总统, 由总统重新考虑人选。 而第三步就是宣誓就职了, 新任或者续任的美联储主席将于第二年的2月初宣誓就职, 那最新的进展是拜登尚未提名鲍威尔, 而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则在9月28日是公开反对鲍威尔的连任, 他的理由是鲍威尔在金融监管方面对于银行业过于放纵了, 称其是美联储的危险人物, 那由于沃伦参加过2020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 在民主党内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虽然说拜登公开表态过支持鲍威尔, 但迟迟没有提名鲍威尔, 还是令市场有所担心的, 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 在沃伦表态后也是拒绝透露是否还会支持鲍威尔的连任, 这和他两个月之前的表态呢是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那目前预计的是拜登将在感恩节之前呢做出决定, 所以呢这个人选到底是谁, 值得大家密切关注一下, 那其实沃伦的表态是一方面, 更深层次的还是民主党人对鲍威尔的不信任, 四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提名耶伦连任美联储主席, 而是让鲍威尔接替他, 那现在拜登上台了, 要继续留用特朗普选中的人就需要一个很好的理由, 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威胁到鲍威尔连任的因素, 就是他潜在的鹰派转向的可能性, 那随着近期美国通胀再度抬升, 鲍威尔对于宽松立场呢也是有所摇摆的, 例如在九月货币政策会议之后, 出现了一些鹰派的转向, 这可能会令民主党感到不放心, 其实呢过去鲍威尔也曾有过很鹰派的立场, 在2013年美联储讨论TAPER的时候呢, 鲍威尔作为理事, 曾经强力建议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博南克, 尽快地退出货币宽松政策, 而在2018年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 鲍威尔也是力主加息, 最终呢美联储在2018年加息了四次, 并直接导致美股在当年第四季度大幅下跌, 可见呢对于民主党人来说, 鲍威尔似乎并不能够令人放心, 而考虑到2022年, 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 民主党为了保住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 经济政策上是不容有失的, 而对于货币政策的话, 民主党自然就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主席继续保持鸽派的态度, 因为一旦提前进入紧缩周期的话, 增长动能不利于他们的中期选举, 那现在鲍威尔连任的主要竞争对手呢, 就是现任的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 他相比鲍威尔来说有四大优势, 第一,他是一个民主党人, 第二呢他的货币政策立场比鲍威尔是更加的隔派, 符合民主党中期选举的需求, 而第三就是他是一名女性, 这一点呢非常受到民主党的欢迎, 因为能够彰显他们的包容性嘛, 第四点呢就是他在就业, 金融稳定, 气候变化方面的主张呢是与民主党的理念更为契合的, 这样看来的话, 如果鲍威尔明年二月份能够成功连任, 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将会相对的更加中性, 考虑到刚刚提到的鲍威尔的宽松态度有所摇摆, 加上他本身就具备鹰派的潜质, 不排除会在通胀继续走高后赞成适度的加息, 不过好的地方在于正如刚刚也提到的, 鲍威尔呢是更愿意提前给市场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影响的, 那加上明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呢是有所提高, 但现在依然是维持在加息一次的预期, 那这还算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所以呢只要不是过分的提前, 或者呢增加加息的次数, 对于市场的影响应该还是有限的, 而如果是布雷纳德接任的话, 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是先割后阴, 坚持他的重就业轻通胀的观点, 那在就业没有进一步恢复之前, 将继续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那短时间内确实会给股市带来一场狂欢, 但实际上我觉得凡事过犹不及, 货币政策也是如此, 供应链本身就在应对供不应求的问题上是表现挣扎的, 过分的宽松可能会令通胀面临更大的上行压力, 一旦最终高通胀维持更长的时间, 真正出现了失控的风险, 那美联储最终可能会被迫收紧货币政策, 也就是所谓的采取急刹车的行动, 这对于市场的冲击就会很大了, 而另外别忘了, 在金融监管方面, 布林纳德比鲍威尔是要强硬的多的, 这可能会给相关板块带来额外的风险, 所以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会更喜欢看到鲍威尔成功连任, 维持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以及增加相对的可预测性。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针对下一周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是值得关注的, 其中就包括了像美国的恐怖数据, 零售销售, 房价指数, 新屋开工, 以及加拿大的零售销售和CPI指数。 同时在下周我们也将迎来更多的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官员透露出来的货币政策立场,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而国际能源署IEA也将在下周公布月度的原油市场报告, 这对于能源市场以及能源股的表现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那财报方面, 下周最受关注的就是近期非常热美的一支股票, 那就是英伟达的财报。 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沃尔玛, Home Depot以及东南亚的电商巨头Sea, 还有就是思科以及应用材料这几家重要的公司。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队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由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课程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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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